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10月10日公務院總理李強 在萬象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 會見日本首相石破茂 李強指出中日兩國的發展 對比只是重要機遇而不是挑戰的 中方願意和日方一起 進一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 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暢通和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石破茂就說 當前日中正沿著全面推進兩國戰略互衛關係 努力構建建建設性穩定的雙邊關係方向前行 日方無意與中國脫勾斷鏈 希望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 讓成果更多為及兩國人民 日方在台灣問題上堅持日中聯合聲明 所確定的立場沒有改變 日方願意與中方加強在國際地區問題上的溝通 應對挑戰 石破茂競逐日本自民黨總裁前言論也很強硬 但成功上位後 中日關係仍然保持穩定 並沒有讓雙邊關係倒退 舊其原因 有一點相當重要 就是石破茂對華態度 並沒有像他競選時叫得那麼強硬 石破茂上任前曾大講要建立亞洲版北約對抗中國 但遭到美國與印度兩大盟友拒絕 印尼主流媒體更發文直接了當地告解石破茂 在參加這次東盟為主角的東亞峰會期間 應該克制自己 不要兜售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構想 以免自討沒趣 加上中日外長通了電話 相信外長王毅在通話中 也直白地說給日方知中方的底線在哪裡 石破茂隨即收咪 10月9日前往老窩參加東盟首腦峰會當日 石破茂在官底向媒體說 他無意向東盟或其他國家領導人 提出打造亞洲版北約的想法 理由是由於自民黨內部的討論 還未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因此不會在參加東亞峰會期間 提出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構想 顯然石破茂將問題推到自民黨內部 是為自己找一個下台階 為中日領導人會誤掃除障礙 值得留意的是作為日本新領導層 石破茂在參選前是去過台灣 見過台灣的政客 被台灣政界推崇為親台的日本政客 不過當石破茂在與李強總理會面時 就強調了日方在台灣問題上 堅持《日中聯合聲明》所確定的立場沒有改變 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相信這個表態也會令台灣當局失望了 總結而言石破茂的操作更像是為了競逐自民黨總裁 完成自己拜上之路 而扮演一個對華強硬的姿態 在他上任首相後的幾個動作看起來 都算是理性無實 碰了釘就馬上轉身的 而對中國而言 和日本這個輪郭能夠緩和一些關係並非壞事 日本對華的一些舉動包括限制芯片技術 最後都是美國主導的成份最關鍵 如何化解和反擊美國的壓制才是中國外交的重心 很多美國的盟友其實都只是被美國視為棋子 在石破茂遭到日本國內外的質疑和反對 表明不會在東亞首路峰會上提出建立所謂的 亞洲版北約的想法之際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二反而開始不為如來的拱火 鼓吹構建經濟版北約 仍然要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 10月8日 伊曼紐二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著名文章 聲稱拜登政府已經成功擴大了在印太地區的 多邊安全夥伴關係 應該考慮對中國採取新的經濟措施 他認為美國需要建立一個 與北約相似的貿易防禦聯盟 尋求在經濟上孤立中國 伊曼紐二吹噓美國在最近幾年 加強了與亞洲盟友的夥伴關係 改變了亞洲地區的安全格局 但在過去一年 美國就建立了兩個重要的夥伴關係 一個是美國與日本以及韓國之間的夥伴關係 另一個是美國、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夥伴關係 他在文章中反覆提到經濟脅迫 債務陷阱這些抹黑中國的論調 宣稱美國必須將經濟政策進一步融入更廣泛的戰略框架中 通過綜合的政治、安全和經濟政策 來壓制中國 並為美國盟友提供當前時代所需的經濟領導力 伊曼紐二鼓吹建立一個貿易防禦聯盟 以減少美國盟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他聲稱這個聯盟的核心內容 應該是經濟版的北約共同防禦條款 即是攻擊一個國家就是攻擊所有國家 各成員國將以統一的應對措施 支持受到經濟攻擊的盟友 日本共同社指出 一向奉行對華強硬立場的伊曼紐二 曾在2009年至2010年 擔任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幕僚長 外界猜測 如果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在11月美國大選中獲勝 伊曼紐二會不會在新一屆美國政府中 擔任關鍵的職務 而現在在拜登政府中 被視為對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常務國務卿坎貝爾日前就說 中國認為美國正在衰落 日益顯露出是時候展示自己的實力 讓美國退出全球舞台的願望 他說過去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全球建立的操作系統 中國曾經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中國現在就想改變這個操作系統的核心 美中關係在很多方面 已經進入到以競爭為主導的新階段 對於美方外交主要人物 相繼重新定義中美關係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作出詳細回應 毛寧說 美方官員的有關言論充斥著冷戰靈活思維和美式霸權主義 顯然在炮製又一次針對中國的虛假敘事 目的是涉掩中國威脅 鼓吹大國競爭 實質就是為壓制打壓中國找藉口 毛寧說中國的發展目標就是讓14億多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 中國無意和哪一個爭高低 無意取代哪一個挑戰哪一個 中方樂見美國發展進步 美方有關人士一再炒作 中國認為美國正在衰落 恐怕更多的是不自信的表現 中國不會賭美國輸 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 中國人民必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毛寧說中方不了解美方官員所謂由美國和其他國家 在全球建立的操作系統究竟指的是什麼 中方則認為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只有一套的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中止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致力於維繫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反而是美國沉迷於冷戰舊夢執著於單極霸權 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氣搞小圈子陣營對抗 是國際秩序的最大亂源 無寧指出中方始終認為 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 更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 和世界面臨的挑戰 中美關係存在一些競爭因素 但不能以競爭定義 令競爭主導整個中美關係 中方不迴避競爭也不懼怕競爭 但競爭應該是良性和健康的 而不是靈和博弈、贏者通吃 更不是無底線打壓對方、惡意對抗 無寧最後奉勸美方 不要劃空心思炮製新的名詞來渲染所謂中國威脅 錯誤的罪事 再怎樣包裝都欺騙不了世人的 美方應當樹立客觀正確的對華認知 迴歸理性無實的對華政策 切實將拜登總統的承諾落到實處 與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推動兩國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簡單總結的是 無論是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的中國強大論 還是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對中國經濟封鎖論 歸根到底 都是美國政客對中國的崛起覺得很不舒服 特別是美國習慣了全世界都要遷就他的所謂國際秩序 而過去四年拜登政府推動的圍堵中國策略 發現不再是全世界都會配合美國的構想的時候 更加是無所適從 這也是為何無靈不客氣地點出 美方有關人士一再炒作 中國認為美國正在衰落恐怕更多的是不自信的表現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訂閱石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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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石樓台